欢迎收听Money DJ 财经新闻 第一线记者带你看懂 全业大小事 哈喽 我是燕翔 今天开场我不想要买梗了 今天我们要抢的就是一个电子族群 听众朋友一定下产了 怎么这么勇敢 全世界的高科技股 这一波不是都被升息快要下产了吗 不过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也最有便宜可以减 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族群呢 他其实完全不怕行情太热 因为他是自带导热解热方案的 他去年被同价打趴了 不过第四季期呢 有慢慢开始涨价了 今年有几个利多 一个是产品 技术 还有平台会有一些世代的革新 重点是 用今年预估的获利来看呢 本益比其实在电子族群里面 相对都还算不高的 听众朋友猜到了吗 今天我们要讲的族群就是散热族群 在我旁边的就是 想想组合的另一个 要脚 是的 是我 哈喽 我是信祥 想想组合实在是太 太可爱了 对 有没有很迎新年的感觉 而且我太希望你用一个 就是听众朋友觉得你有一个很关键的词 他们非常喜欢听的 来开场 我觉得真的 听众朋友真的听得很细耶 对啊 很细节 知道你的口头餐是什么 怎么会这样子 我要换一个口头餐 换一个可爱一点的 不会 我觉得这个就还蛮可爱 先讲这个散热族群 我对这个散热族群呢 其实我自己还蛮有感 因为以前很多人都会说 我的笔电热到可以煎蛋了 很夸张耶 现在还有时候手机可以煎蛋的啊 对 我常常 到底是大家多怕热 多爱吃蛋 可是我真的常常 因为我的有时候笔电 我是用休眠的状态放在我的包包里 包包拿出来旁边真的热热的 所以你就背包包的时候 就会觉得背很热 对 有一种暖炉 真的是很适合冬天 现在为什么大家又越来越重视 散热这个产业 像你的经验就很明显 大家现在可以陆续听 看一下你自己手边的笔电 到底功耗有多少 其实过去有在一直 有在买笔电 或者买电脑的人 大家都知道 以前标示的那个瓦数 其实它就是CPU 就是常态功率向的一个功耗 但现在其实它是一个 瞬间最大功耗的概念 但其实你可以想到 如果说像是一般的使用者 他可能对功耗要求没那么高 他可能就没有感受那么强 但比方说是一些专业的Gamer 一些玩家 他们对于打游戏这种顺畅 体验度 其实就很需要散热这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CPU无法散热 你就无法打游戏顺畅 而且现在很多Gamer 他们就是要同时直播 我自己打游戏 或者是我打完游戏以后 我要上传这个游戏的影片 所以他们对CPU的功耗 其实一直在 的要求一直在增加 听起来就很忙啊 很忙 Gamer的世界你是不懂的 没错又要顺畅 又要直播 还要上传影片 没错 我真跟我是不同世界的人 真的 所以听起来 他们的功能越来越多 电子产品的 电子产品要求的功能 越来越强大 看起来他的功耗 就会越来越大 好像越来越热 也是合理 也合理 但其实你看台湾的厂商来说好了 其实台湾的厂商 在散热产业里面 占了很重要的一个份额 如果很粗略 用一个营业额来看的话 其实台湾厂商 在这个散热产业 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份额 然后另外像比方欧美 日本当然也会有 但其实为什么散热产业 对于台湾那么重要的因素 就是在于说 这个散热模组 其实它需要跟组装厂之间的合作 比方说跟鸿海 跟仁宝 他们都要很紧密的合作 然后也要跟晶片的厂商 去做一个验证的动作 所以慢慢它成为 合格供应商名单里面以后 也让台湾的厂商 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又是一个隐含的台湾之光 以前我不知道台湾的散热产业 这么重要 对啊 那现在散热的技术 主要是用什么来做散热啊 其实散热主要的技术 可以分成两种 现在有一种 那个小拜科的感觉 有没有 有 DJ小赵兽 现在就是一个技术宅的时间 就是如果从气冷的一件事情来说 它其实就是用金属的导热 来带走热能 比方说铜啊 铝啊 或不锈钢 就是放在CPU旁边 或是GPU旁边 它可以带走热能 那其实很多中国品牌的手机 它就会强调说 我这款手机是用水冷的 但实际上从业内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它还是用气冷的概念 假水冷 假水冷 我们不好说了 是谁 但是 不要点出来 不要点出来 但手机不管你是用热管啊 或热板 其实它们都是用气冷的概念 那热管听起来会很难 但其实它就是扁扁的铜管的感觉 那热的铜管去压扁 然后风口 然后毛细 然后抽真空 然后放一滴水进去 然后再压扁 有注水电视听起来就有没有水冷的感觉 但其实那个水只有0.1克而已 很少很少 可有可无 不行它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0.1克 好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水其实它可以带走热能嘛 然后透过蒸发凝结 又变成水 所以它就透过这种变相循环 变相变化的方式 所以透过这种方式就也叫做气冷 那一般的气冷 其实这种散热的模组里面就包含 就是包含热管啊 或热板 或甚至还有鳍片风扇这些 这些来组成一个散热的模组 那其实这两年有个很热的话题 就是热板 那到底热板跟热管 有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我刚刚讲热管 就是压扁的铜管 那热板其实就是两片铜 或者两片不锈钢去封起来 然后一样是透过抽真空 然后注水这样的方式 其实它的连理跟热管 其实差不多的 所以一个是 感觉是打扁的管体 一个是两片叠在一起 那你刚刚说的 中国厂商很多是假水冷 那真正的水冷是什么 真的水冷 就我们刚刚讲有分两种 一个是气冷 一个是水冷 那水冷其实它就是 透过更多的水 或更多的液体 来进行一个散热的循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那Gamer一定有注意到 因为去年Intel年底的时候 就推了一个Elder Lake的新的处理器 那那一波其实就是桌机用的 一些for gaming的机种的CPU 那当时它的那个宣布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用液态氮 来做一个散热的技术 那液态氮大家想想 它就是一个很像 会发 发冷 对会发有冒烟的那个感觉 像干冰的感觉 冒烟我们都想出来 对干冰啦 所以其实它们其实要用液态氮来用电竞的使用 其实它其实没有那么普遍 但是在一些超频的状态之下 用这种液态氮它可以瞬间达到一个降温的作用 但人家在想就是一般如果你在家里 要电竞的Gamer 然后你要用液态氮 然后你还要放到小瓶子去保存 就很像化学课的感觉啊 所以他们就会用一个比较容易的方式 就是用水冷 不可能有玩家自己带一个液态氮的瓶子吧 就是化学老师我想 所以现在普遍来说 其实就CPU比方说 你到300瓦以上 你就要用水冷的方案 那一般比方像资料中心 他们这种发热就更多CPU嘛 所以通常一个机柜里面可能有4到8颗 甚至更多的CPU跟GPU 所以加总起来 它的功耗其实非常大 那比方我举个例子 像阿里巴巴 他们曾经就拿一个机柜里面 快到1000瓦这样子的瓦数去 要散热场 说你帮我做一个散热的方案 哇真的大挑战 对很为难人 但是当然也有一些比较消费性的 就是Gamer可能都知道 就是在一些电竞的显卡里面 也会有一些水冷的 但那种就是相对比较消费性 然后技术也相对比较容易的 所以你刚刚讲300瓦 如果是用瞬间功耗的概念 其实在Gamer市场蛮常见的 还蛮常见的 而且他们就是又要直播 又要打游戏啊 就是很多需要这种功耗很强的CPU 所以如果300瓦以上已经越来越常见 气冷可能没有办法完全解热的话 可是这几年其实看到水冷的渗透率 还不是到非常高 对其实像水冷技术 其实有分成三种类型 但其实他们的成本其实都还蛮高的 那三种就包含内回跟外回 还有静默式 那会不会讲起来又是一个技术宅的感觉 真的从头到现在我已经放空了好几次延伸 真的 在你的后方 反正我要简单的讲 就是那回事的概念就是把水冷它到底是什么 就是你把帮普跟管线是埋在你的机台里面 也是一对一的概念 就是一个伺服器里面有一个完整的水冷的设备 那其实这种成本大概就是三位数美金的概念 那另外一种就是外回式 就是把帮普跟整个管线是在外部的 那你就知道很大的设备才会需要 那比方说它就是一个一对多的概念 比方说一个主机 然后对多台的伺服器 那这两种方式 其实就是像超重跟双红 他们在比较琢磨的一个设计的方向 那这种它就是把热能的附近去加入这样子的管线 然后用下面打帮普 然后水上去循环这样子的方式来做 达到散热的效果 那这样的方式 其实他们就是机柜的设计 就要跟终端的客户啊 或者代工厂一起来做 感觉如果你是散热厂的业务 或工程师 然后如果我是客户的话 我们两个人好像在设计机柜的时候 还画了一个水路分布图 一定要 就是要怎么绕这个管线 才不会影响到CPU的效能 或者说它在它整个管线里面 不会漏水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水很可怕 我的BBN被水毁过两次以上 真的 就直接会坏掉 特别像四伏器那种高单加的 就更需要这种更可靠的更高的方案 刚刚你讲完了内回路外回路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静默式 静默式的概念就是把整个CPU 整个GPU的晶片组 整个泡在一个不导电液体当中 有没有听起来很可怕 更酷了 整个泡在里面 因为太烫 干脆整个泡在里面好了 去进去冷水澡的概念 没错 就是让它整个放进去 得到一个散热的效果 但这种比起刚刚我们讲 内回外回的方式 其实它的成本又更高一点 当然初期的建构成本很高 但是它的可靠性来说 它基本上可以用三到五年 所以你这些成本 其实可以陆续的回收 像台湾的厂商 像高丽 他觉得在做这一块 所以是有的是用水来带热 有的是泡在那个 不导电的液体里面去散热 那到底这些技术 它的难度在什么地方 刚刚我们提到说 它其实就不能漏水 因为它其实就是 刚刚我们一开始讲 就是它里面会有水在里面 所以它其实不能漏水 然后要达到它的可靠性 也是很重要 那很多人家总说 那你为什么内回跟外回是 你干脆不要用水 你就用不导电液 反正水对电子业 真的太可怕了 直接就是复周的概念 一定就是把我们电子产品给毁了 对 但是其实用不导电液体 它有个问题 就是它液体其实很稠 很浓稠 所以它不是大家想的液体 它是一种勾芡的 对 格格的感觉 所以它其实重量是很重的 所以说你在那个 整个系统里面 它的重量如果那么重的话 其实它也是 你要靠那个帮谱 去把这个不导电液体打上去 它就同时会变得 你的电耗 耗能又会越来越高 你就是要花更多的力气 去打动那个帮谱 所以变成说你的耗电 这件事情就变得 会变得不能克服 所以 其实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 讲到静默师 它到底难度在哪 你跟它技术是什么 就是刚刚一开始讲到 就是它的成本 其实是高的 然后不导电液体 其实很重 所以你每个楼层 就是你想 就在楼层里面 要放一个这么大的机台 然后这么大的资料中心 那它变成说 它整个散热的方案 它的不导电液体 因为很重 所以它的每个楼层 你要符合这个重量的需求 通常会是在一个 新建的资料中心里面 才会使用这样的方案 对真的 不要这么为难电竞的玩家 不是叫他背个 液态蛋的那个 液体瓶 不然就是叫他背个 狗狗的液体 很重 很难 所以这个真的难度 其实它有它 每个的解决方案 其实都有它的 适用的市场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 包括说双红 超重 还有一个静默式的高利 它的股票代号 如果还不熟悉的话 股票代号 其实是8996 那这些的厂商 它在水冷 这个解决方案里面 是还在技术研发的阶段 还是都已经 有一些商品量产 其实像刚刚提到的说 有一种比较消费性的 那种电竞的 散热的水冷的方案 其实过去这个 双红部分 它其实一直都有 在小量的出货 那其实 包含现在到伺服器 有一些水冷的新样品 还是送样 包含这个脸书 Google 或者是Amazon 这些客户 其实都有在送样的阶段 那PC的部分 其实他们 其实双红也是很看好 说整个电竞 会带动水冷 今年的营收 其实是要比去年 还有翻倍的 成长的空间的 那另外刚刚也讲到 的超重 那超重其实 它现在目前 还是在一个 技术研发的阶段 还没有那么具体的 营收这样的贡献 那刚刚讲的高利 其实它持续 跟阿里巴巴在做合作 那也是随着 它的新建资料中心 也会有订单 目录器上面的成长 那我再补充一档 也是连接器转型到 散热厂的 泰塑3338 它上个月 零收超过预期 然后骑警团队 就有提到说 它也是水冷的方案 第一次一个月 出到了千台以上的量 也算是 也是算是去印证了 水冷这个技术 开始慢慢步入了 一个商业量产的期间 不过你刚刚也有提到 就是它的成本价格的 这些问题 到底现在看起来 成本价格的 这个中间的差距 会有多大 其实这个价格 因为其实厂商都会说 其实真的是要等 气冷解不过 才会用到水冷 真的是因为太贵了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可能300瓦上就要用 但是有时候300瓦多一点 或是什么 我们可能用一些气冷 一些在高阶的方案 可以解 那我们就不要用水冷 这样的感觉 因为气冷 其实大概一块 到30块美金 就会有了嘛 那水冷 其实就是刚刚讲 三位数美金起跳 至少差三倍 可能不是三倍 是至少 十倍的概念 对啊 所以可能客户来说 其实也不用 一定要用的时候 他就不会使用 那第二个部分 其实刚刚就是信赖性 就是技术到底 还成不成熟的问题 包含刚刚讲的气冷 可能你要用到 不会漏水啊 或者说你的帮谱 要怎么设定啊 这些都是一些 信赖性的问题嘛 那另外一个部分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他其实 中间要 不管你要加液体也好 或者你要换管线也好 其实他售后服务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不是自己的玩家 自己可以对里面 注水就可以了 一定要 不是 你要找人来维修 对听起来 这个其实都是 隐含的成本啊 包括我前置期 有比较高的售后服务 所以基本上 他这是在非常非常 解不过的 他才有 用这个水冷的一些空间 的诱因 对啊 那我很好奇 除了台厂之外 其他的厂商 有看好这个 其他国家的厂商 有看好这个技术 其实像 现在水冷的龙头厂商 其实是丹麦的 叫ASTEK 这家龙头厂商 那其实他 有个蛮有缺点 是他去年9月的时候 他就宣布要退出 这个HPC水冷这一块 因为真的是 一直在亏钱 主要是因为单价高啦 然后整个客户的采用度 就一直没有到 非常明显的起来 然后还是投入 一直技术在投资嘛 所以变成 一直在烧钱的阶段 那其实现在看起来 台湾的厂商 这个机会 就是在于说 我跟这个代工厂 跟品牌厂之间的 合作是很紧密的 那有没有办法 去做出更 CP值更高 然后价格更有竞争力的方案 才是未来 提升的一个关键点 那另外就是台湾厂商 还有一些在做 这个电竞的水冷 他其实是刚刚讲的 这种消费性的方式嘛 那他的方式就是 我们到底要怎么去维修 是一个很好 很重要的客服关键 所以他们会把帮谱 拉到外面 或者是有一些管线 拉到这个PC的外面 所以我在维修的时候 其实是 可以去做这样的客服 那这种方案 其实在有些中国同业 也有在做啦 那当然就是资料中心 是一个很大的应用领域嘛 像Google啊 Amazon 其实就我了解 他们其实自己 也有在做一些水冷的 技术的研发 那其实完全就是靠 比方说他自己研发 或者是说靠台湾厂商 过去一些气冷的经验 那彼此之间 有没有一些合作的 新的机会 也是看接下来水冷的 渗透流霸提升的 一个关键点 所以这个就很考验台厂 台厂一向都很擅长 提出一些很高CP值的 一些方案 没错 那可是我很好奇 如果说现在台厂 在这个散热的产业 是有占有一半的产值 甚至是超越了 欧美厂商啊 或日厂 可是你刚刚又提到 中国厂商也开始追了 到底台厂这个 在这个竞争优势上 还可以维持多久 其实为什么中国厂商 会开始想要做散热 这件事情 其实是要从一个 一个要追溯历史的感觉 历史宅 不是 刚刚从那个科技宅 进入历史的一个篇章了 其实我觉得故事 蛮有趣的 就是因为其实那时候 台湾一开始 代工厂刚起来嘛 那时候 整个上下的供应链 其实包含这个 手机啊 笔电啊 这些散热零组件的供货商 也让台湾的散热厂 那时候就占有一个 一席之地嘛 那后来因为台湾的 成本 人力成本提高 然后特别是这种散热零件 其实它很需要 大量的人力 所以他们也随着 这个供应链的脚步 转到中国 那到中国之后 以外 那时候其实有一个 可以注意的事情 因为散热的 刚刚讲是一个 模组的概念嘛 所以里面很多零组件 包含铁片啊 或是一些热管 这种技术难度 比较低的部分 其实他们都会 多数去为外 当地的厂商 就开始累积一些技术 一些经验 然后后来他们 因为他们的代工厂 也想要自己起来 包含力讯啊等等 所以他们其实 自由供应链要起来的时候 也希望他们的卫星 供应链是可以一起起来的 所以他们其实 投入非常多的钱啊 然后挖人财也很积极 所以其实中国的厂商 到现在已经有一个 一定程度的地位了啦 那短期来看 刚刚回到艳祥的问题 就是台湾到底的 护城河在哪里 我归纳出了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 跟客户合作的经验 就包含说跟这个机构之间的 紧密合作的设计关系 它其实有点像 有点客制化的成分在里面 然后也包含刚刚讲 晶片要通过 晶片厂商的验证嘛 所以其实在晶片厂商 发表任何一代晶片之前 他就会先选择一个伙伴 然后有合作关系的 然后做一个标准的 散热的设计 那透过这样的设计呢 其实还会让后面的 整个验证通过会更顺畅 那另外像是比方说 像苹果啊 他们其实大家都知道 苹果对于零组件的 供应商其实非常要求 真的拿放大镜来看 真的 比方说在笔电里面的 一个内构件 他们其实当外构件来做 就是它做得非常漂亮 非常细致 就是你到 使用者打开里面的 那个主机板的时候 就说 里面也做得很漂亮 没错 内构件有非常高的辨识性 也未知到这是苹果的 对 所以听起来 就是听说 其实双红跟苹果 那时候也磨了 大概十几年 他们才成为 它的合格供应商 其实是很久之间的 一个经验的累积啦 然后第二个部分 其实产品的 那个生产的良率 也很关键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 一个小小的热管 比方在手机里面 你要怎么样做到真空 然后不漏水 然后你要平均的 去压那个铜管 要平均的厚度 其实是很关键 不是真的压一个 不管它多大多小 就把它塞进去 对了 绝对不能这样 对 所以它就是要压得很平均 然后而且到现在来说 其实到笔电里面 也会做到热板 那那个热板 又更不容易 厚度大概就是 0.6到1mm 非常非常薄 那虽然比手机的热板 还厚一点点 但它的面积 你可以想 它大概就是你现在 MacBook Air的那个 键盘那么大小 就是13寸笔电的 键盘那么大的大小 所以它整个冲压 压作的过程 它需要有非常完整的 一个毛细的结构 然后抽真空等等 所以它其实很容易 裂掉或者失败 所以它的良率 其实一直 一刚开始一直不高 所以它的 要怎么样挤出获利 这个良率也是很关键的一个点 对 真的 这个影响到说 它厂商成本的报价 这个报价能不能赚钱 就是关于它自己的良率 对 所以第三个部分 其实就是经济规模 也是一个挤出获利的关键 那就是台湾 就是很会赚这种管理财 就是比起中国 也是比较有优势的地方 那当然技术也在推进 包括是往车用 或者资料中心 这些东西去 决胜点 会不会在这两块 其实或者在水冷 有一些新的机会 又看谁跑得比较快了 所以散热这个产业 刚刚庆祥讲出来的 三个竞争门开 其实同时一定也适用在 听众朋友在选择 这个族群的一个选股的关键 第一个就是有关系 有关系指的是什么关系 就是不管你是要跟 重点客户 或是重点晶片厂 能够有开发的经验 这个的过往的合作关系 会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就是产品的良率 第三个就是经济规模 这后面两个就影响到 它的同样的产品 能不能够有 很合理的毛利率 或很合理的获利能力 不过除了PC这个产业之外 现在很多的散热厂商 好像也把一些目光 转到以前大家没有想过 也需要做散热的一些领域 没错 其实像是有两个部分 还蛮值得一看的 一个就是在半导体散热的部分 这个部分其实走得很前面 因为它其实就是 概念就是比方 你在制程在萎缩的时候 其实就会产生很高的热能 所以你切的时候 会变小 然后变难 然后也变热 所以在制程当中 你可能周边的一些构造的 或者是说机构的设计上面 就会有些挑心的调整 所以听起来是在 比方双红 其实就有提到这一块 他们在跟台积电的 5奈米的制程合作 那它的概念就是 Waver to Waver 就是晶圆对晶圆的时候 他们把记忆体跟逻辑 这两块晶圆夹在一起 然后夹在一起之后 一起切 然后一起封 所以它的效率 晶片的效率是会提升 但是确实会有些散热的问题 那目前这个技术 目前还在克服的阶段 因为毕竟这样子 就两片晶圆要叠在一起 要对得很准 要切得很准 所以还是有一些 要克服的阶段 那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 可以观察的 对 它往半导体这个部分 半导体是台湾最大的优势 往这个产业去开始去 找一些解决方案 然后开始也找一些台厂 来配合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车用的部分 因为其实它车用里面 其实原本就有一些散热的东西 比如你的座椅啊 你的空调啊 其实都蛮需要 散热的零组件在里面 所以那目前看起来 整个电动车的趋势之下 让整个散热的 有一个新的机会在 那先讲操纵好了 因为像日本电产NiDek 进入操纵之后 市场就会开始期待说 你的这个过去 其实NiDek 就是主打这个风扇啊 马达啊 然后他们也有些 燃油车风扇的 这样子的经验 那坐到EV 这种电动车之后 也有一些马达相关 包括充电桩啊 椅子啊 你都会用到马达 用到风扇嘛 所以听起来 就是NiDek 这个母公司 已经有在车用领域 有些布局之后 会不会把操纵 也带到这个供应链来说 大家会有一个 新的期待的事情 那其实收购的时候 他们大家应该有注意到 就他们计划是 七年内就要 投资越南这个部分 然后超过五十亿台币 这样子一个 中长期的计划 好大哦 没错 其实有一部分 就是为了 扯用这样的发展啊 对 这个好像也是 大家在看操纵 最大的一个机会点 没错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双红了 那双红目前看起来 一些美系的厂商 已经开始出货 然后一些新的品牌 在验证当中 那大家也比较期待说 今年特斯拉 有没有机会 开始认证通过 然后开始出货 其实他们认证时间 也很久了 已经超过 大概两三年的时间了 那其实 超重在越南嘛 那双红 其实它是投资在 泰国的部分 那泰国的部分 目前也是 做一些伺服器的组装 但是后续也希望 有一些车用的东西 可以来进来 那今年其实车用 这一块的营收 占比大概只有一个percent 但是未来 也是一个新的机会点 想象点蛮大的 对 然后另外一个 像是刚刚那个 燕翔提到的 那个泰硕的部分 其实他们也打入了 比亚迪的中控系统 所以看起来 一些散热厂上 已经往车用这一块 来去做布局 然后也开始 有一些一点点 发酵的感觉了 慢慢开始 有一些长期的技术演进 不过讲到这里 听众朋友一定很想问我 你想的都是 中期啊 长期的一些技术演进 或者一些方案 我想知道的是 No 今年 现在 散热厂 可以看什么 庆祥快点帮我们讲一个 短期的彩蛋时间 对于现在既有产品来说 其实短期 今年看到最重要 最期待的动能 其实就是在伺服器 因为其实伺服器去年 其实有一些缺料的状况 让整个出货没有那么顺 那目前看起来 整个缺料状况 是有改善的 而且加上整个 Whitley的这个规格升级 对于散热的模组的ASP 也会增加 给大家一个小秘密 一个小概念 其实每一代的 主晶片的世代 价差 对于散热产品来说 价差都会到两成以上 主要也是因为 整个晶片效能 越来越高 越来越热 所以让散热模组的设计 也越来越难 所以比方说 你多一根热管 或多一点的鳍片 就会让整个模组的价格 是会往上升的 那另外 其实在伺服器 其实每两年 都会有一个新的平台 的换机潮 所以对于台湾的厂商来说 整个伺服器的营收比重 比方说 这样子比较大的麒虹 它的应用 其实是包含 伺服器当中的风扇 机壳 热板等等 所以今年 其实在 其红在这个 中国客户的渗透率提升之下 营收占比 伺服器这边的营收占比 其实有机会 从30%往40%去做靠拢 那另外像是 双红跟超重 在伺服器的营收占比 大概两成左右 那今年看起来 这块订单 也是相对很明确的 那比起消费性产品来说 其实伺服器 更需要跟品牌之间的合作 比方说 接下来的功耗有多少啊 晶片的效能要多高 将采用什么样的散热的方案 甚至是我要用水冷 才能解决吗 这样子很紧密的合作关系 也是让台湾厂商 比起中国对手 还有更有优势的地方之一哦 确实哦 有着一直在听 我们的听众朋友 应该都有发现 很多的电子厂 都很期待 今年Intel啊 或者是超微 在平台转换上面 会带动一些 世代交替的一个 全面反攻的商机 包括今年提到的散热啊 之前的IC设计啊 或者连接器 其实都有相关的一些题材 他们在等世代交替 在等很久 Intel这次真的不能让大家失望 真的啊 好不容易 不过散热产业 还有自己独特的一些优势 是别人没有的 今年的机会点 今年其实蛮特别的 而且接下来 大家就会看到 三星的S系列的新的手机了 其实三星今年的S系列 就会回头采用手机的热板 其实去年 其实大家就很期待说 手机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毕竟5G刚开始嘛 就发现三星 也是因为成本的考量 也很多机种都开始用石墨片 那石墨片就不是台湾厂商 供应的了 所以后来其实台湾厂商 这一块的手机的占比 就一直 去年就很弱 那今年看起来 S系列要开始用热板 然后A系列的这种中阶手机 也要开始用热管 也让这些台湾厂商 也是新的期待 然后订单看起来 也是已经开始 进入一个备货期了啦 那看起来 中国厂商这一块的部分 其实算 中国手机这一块的 去年其实跟今年 都会热管跟热板的采用度 一直在向上的趋势 所以其实双红跟超重 他们也是供应链之一 这个部分也是一个新的机会点 所以手机这个是变新的女朋友 但是她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因为手机真的很烫啊 除了手机之外 其他还有吗 还有一个就是笔电的部分了 其实笔电部分 其实刚刚我们也稍微带一到 就是笔电用热板这件事情 其实你要想 就是过去其实笔电当中 大概就是一到两支热管 那甚至是到电竞 大概五到七支热管 那支热管 其实虽然便宜啊 比较小 但是你放越多热管 就是整个机种的 就很重啊 又要增加电竞玩家的重量了 不要再负荷了 那么多了 所以其实就想说 那我们有别的方案 其实就是用热板 那用热板的话 的概念就是 用一片这样子的概念 去做一个散热的效果 那比起用热管的话 其实它有个大面积 然后有更均匀 这样子的优势 所以看起来包含在一些电竞 然后超薄的商用机种 对于这个笔电的热板的采用度 也会提升 那目前有个数据 大家可以参考 就是在笔电当中 用热板模组的渗透率 大概是一成左右 但是因为ASP比较高嘛 大概高出了五到六倍左右 那毛利率也比较高 所以对于厂商来说 这一块的营修的成长幅度 还蛮可以期待的 我们刚刚一开场也有说 它去年也是高通价的受害族群 那今年这个部分 有机会反转吗 其实去年真的是 因为毛利率真的被通价啊 汇率真的压缩很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 营收其实有成长 但获利其实还是有点压力在 几乎毛利率都回到20%以下 所以其实去年下半年 其实有一些新的客户的 新开案的新机种 然后又重新去做一个报价 然后陆续把这些成本 去反映给客户 尽管这个产业 还是一个电子产业 那种卖方市场啊 然后虽然涨价是有限 但大致来说 今年出货的新产品 他们会有一个新报价 去做出货 所以看起来对毛利率 应该是会回升的 那从目前本一笔的角度来看 其实市场用今年的获利来推 像是双红啊 旗红大概都是在历史中下源 大概都是10到15倍左右 那今年看起来 如果这块报价的 劣势有机会摆脱的话 应该是还可以 蛮值得追踪的一个族群哦 所以这一集呢 庆祥其实是从散热产业 为什么又开始越来越重要 开始又被受到重视 从各个地方开始切入 然后说到台厂的一些竞争优势 台厂其实在全世界占 有一半散热的产值 那他们的竞争优势 可能来自于说 他可以跟客户绑的 比较紧密的关系一起开发 所以他如果有 大咖客户加持的业者呢 之后的机会点也会比较大 那接下来看他的获利能力 就回到他的经济规模 还有良率 对于他生产成本 跟后续的研发的投入呢 都会有非常非常大的 关键性的一些影响 所以从这样子来看起来呢 产业走向大者的 恒大的可能性 可能看起来是比较大的 那今年呢 短期呢 会有Intel或者是超微 在平台转换上 会带动这些出货量 有一些价量 起扬的机会 那长期的业者呢 开始在车用啊 半导体这些 我们没有想过的 这些新领域 开始有些琢磨了 其实对这个产业呢 会有一些 质变本益比 重新被评价的一些机会 这个看起来 这个散热族群 可能不就是 就不会只是 我们以前想到的 就是来做机构的散热 这么简单 把它打扁 把管子打扁 就可以称为散热厂 这样子的一个局面了 没错 在技术上面 还是要持续的投入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 就是一个技术宅的感觉 很烦 最后就进入 我们的留言时间了 是的 庆祥上次跟银瓷的那一集 唱了一首歌 真的 接在 我想幸好后面那一集 不是我 我觉得压力超大的 是我现在要准备变魔术吗 真的 而且银瓷后来就红了 你知道吧 对啊 就是一个美声小天后 所以那一集内容做什么 大家其实没有很在意 大家也不记得银瓷讲什么 对吧 但他只制了茄子蛋 后来有收到业配吗 哈哈哈哈 这一次呢 有几个朋友 他其实留言 包括说游戏分享 他刚好提到 游戏分享一看就知道 他是电玩宅 他是gamer 真的 所以这一集也是针对他的 对啊 他是我们的好朋友吧 现在 对 他一定会告诉你 千万不要告诉我 说他背什么狗狗的仇意 他真的不行 你太淡 他其实化学老师 他有提到说 他刚好在关心NFT这个话题 然后他一直提到说 万万的声音很可爱 真的 怎么办 我声音不可爱吗 其实我觉得万万声音蛮可爱的 对啊 辨识度超高 对不对 真的 一讲就知道是万万今天要出来讲话了 对 你的声音辨识度也蛮高 另外一个是台北小股民 他讲的一样 他就说 开始有点懂NFT了 NFT真的很难懂啊 说实在 我也是听完那一集节目我才懂 真的 因为觉得好虚拟 不知道在干嘛 听阿腕讲完之后 会觉得万物都可以NFT 真的 你也可以NFT什么东西啊 就是你现在 现在在讲话这个麦克风 他就是这个NFT 对 我们的好朋友 Ron Jay也有提到这个 他看起来 他在实体的世界 是一个师父级的人物 不过他就在虚拟世界 他是虚拟小白 Ron Jay 其实他还是我们的好朋友 没关系啦 Ron Jay我们刚才在讲说 如果每集都点你 你会不会压力很大 而且他讲一个很可爱 他说这个 他也期待这个技术 以后在元宇宙之下 能够老老实实的发酵 老老实实 是不是觉得有点虚拟 觉得Ron Jay对大家期待都蛮高的 没错 他一直有点元宇宙这个题目 他一定心里想说 你们到底什么时候要做完整的元宇宙 对一直在留言里面提到 怎么办 我们上次有Tag说 是乙中的啊 乙中说 他会完整讲元宇宙 不是吗 我们过年后看看好了 另外有一个 这个是Yans吗 Yans 他说我们是优质节目 推推推 推 一定要推 对啊 而且现在都过年了耶 我们真的好期待大家留言哦 真的 我们过年的时间很多 因为今年大家应该在家里的时间都很多 对在地过年 你们打电玩我们就看留言 这样可以吗 对还是打打麻将 不行要专门看留言回留言 真的你们打麻将的时候可以留言给我们啊 没错 赢了多少也可以讲 可以 如果要分红 有没有什么管道可以 还是业配 你说个人吗 还是NFT 什么啊 通常YT的留言我们是不回 但是有一个朋友真的 我觉得他太有诚意 所以我一定要讲 一定要讲 而且名字非常的霸气 蒋天阳 是要建议很霸气的留言 没错 他说 笑声 他说他花了两周 把我们的节目全部听完 我看一下到底有几集的节目 我们这一集是111集 天哪 今年是几年 今年是几年 111集全部听完 我觉得他 两周耶 就是每日每夜这样听吗 对 对 他的朋友会不会想说 你到底在干嘛 对 他说我在听 MollyDJ的节目 好感人哦 他朋友这样还不听我们的节目 是不是有点 一定要tag朋友啊 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想了一个互动的小游戏 对不对 对 过年前 一定要让你有办法去tag你的朋友 对 那要怎么tag朋友 庆祝你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你要好好地follow 我们今天中午会在我们的脸书粉丝团上面的一个小活动 就是你要tag你的朋友 然后并且写下我们的通关蜜语 但通关蜜语我们只有在中午的粉丝专页MDJ产业研究室会公布 就现在我不告诉你 对 会不会很任性 说实在是录音的当时我们还没想到 我们会想一个很厉害的通关蜜语 是 反正总之你就要tag个朋友 然后写下一个通关蜜语 我们就会送你一个大礼包 大礼包是什么 庆祥讲出来如果没有诚意的话 我马上关节目带头 就是要送你高值利率精选个股 而且今年会成长 我觉得高值利率很重要 因为今年一定是震荡很大的一年 如果你高值利率先有一个股息的保护 然后如果你今年还会获利成长 代表今年的EPS会比去年还高 所以明年配的又会比今年更好 值利率会更高 是不是很精选的名单 名单现在出来了吗 在下面可以先传给我 还没有整理好 还要精选给大家 所以大家一定要赶快take朋友 所以他如果愿意take朋友 他这个讯息一定是热腾腾的 是的 过年期间在打麻将的当时 也可以拿出来研究 所以你现在赶快上我们的粉丝团 就可以看到这个通关名是什么咯 没错 一定要记得帮我们take朋友 因为我们真的太需要你们的分享了 因为过年期间 老实说这次我们的考评表面 KPI里面也是开始出现了 Podcast相关的一些KPI的平等 这个对我们主持群影响太大了 太紧张了 所以大家好好帮我们的年终加一下 什么啊 我们就靠你们咯 那就下周见咯 拜拜